百万元的3D打印机 看一看3D打印到底酷不酷 符不符合我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而这就是这家工厂里的一台混凝土3D打印机 它的耗材跟它的名字一样 是混凝土 使用时需要将水泥等原料 倒进这个混凝土搅拌输送一笔机里 然后水泥就会被输送到打印头 打印头在移动过程中均匀地挤出水泥 一层一层地将模型打印出来 打印一个这样两米乘两米乘两米的小单间 精灵用16个小时 可以说非常快乐 完全不用担心烂尾 不过这也意味着它的层纹 是所有打印机里面最明显的 事实上用层流形容可能更加贴切 水泥在刚打印出来的时候还是软软的 给予一种面团的感觉 但是在几个小时后就基本硬化了 打印到悬空的地方 比如窗户的上沿时 这台打印机也需要添加支撑 只不过相比于桌面打印机 仅仅为计算出的支撑 它的支撑就比较到工地 但是也可以很好的起到这双的作用 这台打印机甚至可以通过蛇形走位 在墙的侧面画出图案 我们就把拆字画到建筑的侧面 显得比较值钱 我们就把我们的logo 画到了建筑的侧面 看到我们的logo被打印出来 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直到这里的师傅跟我说 这个大小的建筑 一般是用来做单间厕所 但我还是得说 看这台打印机工作真的是 挺解压的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打印机 这台打印机 我还是不得了 我们的目标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打印机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打印机 感谢观看